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淘不尽头 好棒哦 给一下掌声淘不好 他已经陶醉下去了 所以他醉了就不用理他了 所以这首歌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这首歌其实不是我自己创作的 对 但是就在歌词方面 就和老师有自己的 你有加了一点盐 加了一点醋下去 中口味哦 他喜欢你管他啊 没事我只是就说 有些人喜欢中口味 有些人喜欢青椒小菜嘛 我饿了 OK好 那这样子的话 就这一张专辑 估计是会在2017年 就是今年的时候会出什么 估计 估计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张专辑会是有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他的主题可能是往哪一方面走的 主题往哪一方面走 就是 也不会是光这一首歌吧 应该会几首歌然后出一张专辑 那前期其实也蛮其他的工作在忙着的 所以这张专辑呢 还要陆续的 呃 老师会陆续的看 呃 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现在已经有多少首歌了 两首啦 只有两首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不用 不要直接出专辑 因为你说你有在忙别的事情嘛 可能你有在做自己的东西 那就直接出一个EP就好了 可能两三首歌这样子就够了 对啊就是这样的觉得这样子EP也是可以的 就出一个EP就好了 嗯 那你有你有在尝试自己创作吗 创作 是 都有用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验 心情去写一段小段小段的 是吗 呃 偶尔在 因为因为我一直都是有这个行程 那例如在飞机上啊 或者在火车上啊 睡不着的时候 呃 就会哼了一两句 然后我就把它录起来 哎有没有 这样你今天既然都来到榴莲台 你可以哼一下 就是现在的心情吗 哼一下现在心情啊 现在靠近新年了 当然是新年气风的啊 那你就来 随性的 然后临时即兴的 创作一首新年歌 哇 难的啊 猜身道 你这是你的创作吗 我要不过 我们成中年 词曲成中年好不好 那这个新年 我还没有那么有才 还要继续的加油 这样我就不为难你了 真的 真的 嗯 那我相信在布局的未来呢 会是我这个自己能够创作 自己的作品 对 所以你在2017年的时候 你就希望说 能够出一张属于你自己的个人专辑 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可能跟你的一个朋友 或者是你的一个师弟师妹 或者是师姐那些 就是合出一张专辑 可能两三个人 一个组合这样子 这个专辑 例如 我这个 就觉得 还是喜欢个人的 都可以的 在专辑上是没有意见 只要说 我可以去 唱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就好了 我却不是这样 我却不是这样 我不会做一个 不确定的事情 对 我会如果想要出这张专辑 是否跟我一起的 我都会 我相信老师方面 都会好好的审核 所以你都把 我不会 我不会 随意的去做一件事情 包括未来 的事情 就是例如 这个专辑的事情 嗯 我不会因为我想 就是要录一首歌 就 不会为了 就想要 就是 不会 对 对因为 因为这样才能得到 呃 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珍惜吧 怎么说 珍惜自己 才会被人家珍惜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 这么现实 有时候你在珍惜你自己的时候 可能人家 可能你是垃圾了 这个 我觉得 用心 我确实在用心的 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当 用心做一件事情 这首歌 或许会做得比 没有用心做得好 那 他听出来 唱出来 会不一样的 这个 效果吧 对 对 那才有人 会来买你的专辑啊 才专辑会大卖啊 这样对啊 我会考量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很现实的 就做到 做不到的话 就继续 没关系 但是还有保持着 但是那一两首歌 其实这一两首歌呢 刚刚我喝的那首歌 就 呃 就在脑海里 但是好几个也没唱 但你临时要我 就是 我还记得 全方 全部的歌词 只是 呃 读了好几遍而已 所以你要心事说 我还是有放在 但是 啊 那小夸自己 满 记台词 跟记这个歌词 是我的专业啊 我就放我来 对 这个就要自夸了 这比你唱的歌够少啊 嗯 这样子你才记得到啊 没有 你知道如果是一个 我唱歌很多的 啊 对啊 但这个不是 呃 口水歌啊 是属于自己的歌 其实拥有一首自己的歌 我真的觉得是一首 一件很感动的事情了 如果当以后 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 真的是可以自己 创作出一首 属于你自己 持续创作的话 你的那个感觉 会更不一样 不然来说一下 我爱怎样的 这个类型的歌 可以啊 我爱就像 王力宏的那种 有时候只需要 一首歌就能 让我自在 那种开心的 快郎的 还是啊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这种 就很有 Motivation Motivate 对 就一唱 就大家热闹起来的那种 对 那我也爱 一些书型的歌 例如张学的歌 但是 会在另外一个part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在一个快感的 就是轻快感的一些歌 就会有另外一个album 那如果苏醒了另外album 另外一首歌 可能就在 对 那我给你一个意见 你要不要 你去跟老师讨论 会不会是因为双子座 他们双子座是说 会 就有双重的性格 对啊 会不会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利用你是双子座的这个概念 然后你出的那个专辑 是同一张专辑 然后你分开两个来买 然后你就一个是属于轻快一点的 一个是属于书型一点 就五首歌五首歌这样子 但是是同时间 只是两张 两张专辑是不同概念 嗯 就同时发 嗯 明白吗 但陆续 陆续其实 对这个 呃 这个艺人生涯 其实走在一个 其实蛮 蛮有缘的 对 那我都 遇见好多的音乐老师 都给我提供歌 嗯 然后我也是有收藏起来 是人收藏吗 都会先收藏起来 然后对啊 对啊 很多听众 都会给 都会给 呃 因为我要尊重我的老师嘛 他是跟我出专辑的嘛 对啊 那我都会把那些歌 就是提议给他 对 我做一件事情 有我的果断 嗯 我觉得对 那 嗯 然后 都都会把这些歌 陆续的 都 看 探讨一些 探讨一遍 所以总结 如果要以一个总结 去来 形容你的话 你就是可以说 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然后 凡事就是要做得最好 要不然就不要做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但是对于你的这个事业方面 那如果对于你的家庭 还有你的感情生活里面 你也是以这样的形态了吗 因为最近都是在忙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为什么感觉你就很心虚 啊 心虚 有吗 为什么你要偷笑 他到感情方面呢 真的是 不是我在行的事情吧 我觉得 怎么说 对啊 你要说感情 风味很多种啊 有亲情 有爱情 有朋友 有情 都可以说 对啊 那你要先发问我 我才会可以打 你干嘛害羞 我真的 单身交往 我现在快问快答 OK 你没有 这个思考的机会 哇 哇 要开始了吗 其实我们榴莲台 都是这样 随性 对啊 对啊 随性会很好 随性会很好 是不是 好啊 那你不可以思考 一点思考的 时间也不给你 快问快答来咯 好啊 一二三 开始 单身交往 单身 呃 你交过女朋友吗 当然有啊 几个 几个 四个吧 哇 然后你做过 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浪漫事情不是一般吗 带 在海边吗 不是浪漫吗 脏槽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真的是蛮被动的 不是不是 双子座不是都很浪漫吗 不是 他的浪漫好逊哦 你只是在海边走 在海边就是浪漫不是吗 哈哈哈哈 到底是 你可以不要看这么多偶像剧吗 他也是谁跟你说走在海边上就是一种浪漫 这个 这个点我要强调一下 那浪漫剧的那一浪漫我觉得要在演戏里边演出来 我却觉得这样 其实生活中也可以有很多浪漫的事情啊 那我倒真的是不会享受人生了 没有啦 可能 没有只是如果你觉得海边浪漫的话 那你不要在东北季后风的时候去 因为很危险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哦 你朋友的生命安危还是要顾虑一下 我在东北的时候就在长春 下了第一场雪 也是今年2016年2017年的第一场雪 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下雪的感觉 我觉得好浪漫哦 你有跟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一起看那一场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场雪 哇 在未来应该会有吧 哦 所以你现在是没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吗 嗯 现在真的是很忙 你是因为觉得自己很忙不想要去踏入这个事情还是还没遇到 这个感觉 就 就真的 非常忙 真的 看不起 现在你问我 我就快打你 就真的是 不知道是算还是不算 还是对象 有还是没有 这样子的 怎么说 因为你很矛盾 具体一点的说明 他双重性格 他今天爱他等一下下一刻他就不爱了 我却不会这样 可是他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他上一刻他就跟你说 这样的话是算 你可以做你朋友吗 下一刻的话就 刚好说过什么 你哪位啊 我认识你吗 不是我觉得因为你看他对于他的事业那些东西 他都是有他自己的执着在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在感情方面应该也会有他自己的执着在 现在应该是那女的 什么 就对象 会 会表白吧 就 真正的爱情 爱情爱情 你都是在等女生跟你表白吗 嗯 现在还没有想这爱情这一环节 可是他只是想要生孩子 生孩子 哇 你是属于闪婚行就是要跳过的吗 嗯 现在在发展这个演艺的这个阶段 就暂时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都是以事业为重 真的 真的非常的忙 那如果你在我们假设的说 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心理的对象 怎么办 顺其自然 就你直接让他顺其自然 你也不会去多想还是什么 对啊 发展就发展嘛 对 人本来就要把爱传播出去 但是你这种大爱性格 不会让对方觉得很难受吗 就说 他就会觉得说你 你反正谁都爱啊 你小家子气 不会跟他在一起 这一个谈到 我有要跟他在一起吗 我可以哦 我大爱 这一个有谈到 这一个有谈到我内心的一些话 一些心语 那 真的有谈到我心里一些心语 那不凡 对 不然的话 呃怎么说 就说 呃不然可以换一句话说 他 真的对我 很爱 那他要告诉我 那我就会回答他 呃 就就 对 如果他真的是会 有一个女生突然间走在街上 就跟你说 陈松年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是你的粉丝很久了 呃 你可以接受我吗 对 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 你会跟你女粉 你的女粉丝在一起吗 你可以给他先回答我的问题吗 等一下啦 就顺便一起问嘛 嗯 就已经是一样的问题啊 因为我是 因为走在街上 好 我就会 我回答你 那 回答我吧 呃先回答露露 再回答秋子 秋子女神 好不好 秋子女神哦 我只有露露而已啊 露露女神 我不要 再修子女神 我是露露而已 那 那我会 我会很正式的 我的时间是这样 你ok吗 我的 人是这样 对 然后 多了解 先多了解 对方 那 再来开始吧 所以你都不会排除任何的人 只要了解对方 先 就是先做一个朋友 我觉得这个 如果真的要谈到爱情的话 性格方面很重要 嗯 自己 的性格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女生才有资格可以当你的女朋友 嗯 很简单的 简简单单 漂亮就好 每个人简单的定义很不一样我跟你说 有一些人简单 真的 就觉得讲说 能看就好啊 这样子 有一些人 他的能看是零至零等级 对啊 对啊 每个人的简单是不一样 但是你要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你 所谓的简单是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我们流连台的粉丝也很多啊 其实 你的粉丝也很多啊 就让他们某一个福利吧 嗯 其实 在这个 呃 这个 社交网站里边 每当我出席一个活动 之后 他们才来留言 跟我说 我看见你 那我说 我都会回复他们 为什么你不前 走前来 跟我打这个招呼 开心啊 是吗 嗯 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不了解女生 所以这样 这样慢慢的说 因为我真的今天很开心耶 你没有聊到这一个部分 很开心吗 然后 聊了这两句 我就慢慢聊 更了解 更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是一个真诚 诚意很重要 对 对 我不 perfect 说我现在是女生倒罪我 但是 你问我的对象 就是说 真诚对待 就是有诚意吗 我觉得 例如换一句 换一个话题说 在美国的一个节目啊 我有看过 他说 例如换一个话题就是说 去一个餐厅吃一个饭 是男生应该请女生 或者女生应该请男生 自己负账吗 或者AA字 我觉得男女朋友 我要的对象就是 今天 就是水一 你负也无所谓 我负也无所谓 真的 因为爱嘛 是 对吗 那你保持的AA字 那有意思吗 就是 别想这些 就一起去 吃了 再算 对 诶 我觉得 对我是这样的人 我是这样的人 真的真的 那这样的 就 我会 等一下我们试一下 留个电话号码 哈哈 真的 没有 他的电话号码在他的Facebook 上边已经是特公开了 真的 没有啦 那个是助理的号码 对对对 那个是助理的 不是我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了解艺人 但是 他是我们女神 其实他也有另外一个工作 他除了是我们楼莲台主持人 以外 其实他还是艺人保姆的 那个经纪人 他是Agent 只要你们需要 看你家还有没有 就是其他的艺人 想要找的保姆啊 自己有一个 对啊你看我把露露顾得那么好 吃的那么好 所以我在顾你还是你在顾 我跟你说我真的饿了 等一下你麻烦去楼下 跟我买一些吃的 OK好 那我们这场节目也是做的 差不多尾声了吧 嗯 你觉得够了吗 呃 我觉得陈松年 我希望他可以再来 下一次 所以你就觉得够了 不要再够了 你可以再来下一次吗 现在你能答应我吗 我再看我要不要结束这个节目 上楼莲台是我的荣幸 OK好可以 你这个很磕套话诶 我跟你说你下一次 既然是晚上也好 我都会 崩 就是 奔跑着来 我跟你说一个很现实的东西要不要 嗯 我跟你说他晚上是没有人的 哈哈哈哈 呃 我的意思是那个 对 心意啦 我们收到了好不好 是的 我们收到了你的心意 好那现在就是已经在2017年的 新年的时候了 那你在对于2017年你有什么样的展望 2017年是我新的一年也把我想做的很规模的相信有很多的这个部门 例如宣传部啊 这个广告部啊 呃 企业部 呃 演艺部 歌唱部 这一些某某的这个部门都给我分配的呃 津津有条 我都知道每个月份大概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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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都排排好了 对 对 是很感谢这个市场对我的这个爱戴吧 他感谢市场他不感谢助理 也感谢助理 当然也感谢助理 他的助理 当然 在你背后看起来很火 当然 助理听了一会就说 前助理你完蛋了 我把你的行程没完完 等你去不过去 你现在没有到后果了 他去把它给弄好 你不是说也要做个助理吗 啊 所以我现在就在问了 呃 沒有看到我多可憐 私底下交流 等一下他注意就討厭我了 你在跟我搶飯玩 對 這就是你在2017年的展望了 2017年,對 那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節目的尾聲 那現在是新年的時刻 那你有沒有 跟我們的聽眾說一些祝福語 一些新年的賀詞 好,那... 你想要唱歌也OK 我想要聽祝福磊 祝福磊啊 流連台所有的聽眾們 我想祝各位2017年 身體健康 然後步步高升 心想事成 然後在讀書的 就學業門禁 那在做工的 就一定是 呃... 步步高升啦 那在... 外地身造的 就在新年期間 一定要回家 和家庭聚一聚 你新年會回家嗎? 我新年會回家 你新年都是在家裡過 還是會在國外工作 今年應該會在新加坡 今年會在新加坡 那你家裡怎麼辦? 對啊,跟家庭一起過去 哦,跟家裡 全家一起過去新加坡 對 好浪漫喔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大家可以去玩玩一下 有嗎? 就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小小嘛 你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的嗎? 就可以環島四十五年 每一年都是在馬來西亞 對,新加坡這個地方 我有一點有所保留喔 還是... 每一年都是會在馬來西亞 但我也是想 今年也不例外 那... 除夕呢 跟初一、初二 都想保留在馬來西亞 所以就是說你的除夕 還有除一、初二會在馬來西亞 但是其他時候 你就去新加坡了 那之後會去新加坡旅遊吧 好 去旅遊 那我們一個時間 我們去阿加巴這年 一定要來喔 你有要給我們住宿嗎? 嗯... 這島... 這島不是問題 真的嗎? 真的 好啦,我就讓我的房間給你睡啦 真的嗎? OK啦,我就睡客廳了 那秋子怎麼辦? 秋子不想去 哇... 好,我們私底下就你 我會把我的那個資料全部傳給你 然後... 那個機票阿 或者是房間阿 什麼的 你都可以拿去register 只要是你包的都OK 啊... 在線的秘書 你聽見了沒有? 哈哈... 啊... 這個... 流連台 所有公司上下的 啊... 你要好好的安排 哦... 我們樓連台上下都有耶 不需要啦 只有我一個這麼討厭啦 嗯... 就...就探吃探玩 就對了 好啊,這個... 其實... 那我也要說一些啊... 我們的... 我們的... 冰城的一些... 小宣傳 那冰城就是... 有很多... 這個... 美食... 啊... 小食 不要再說冰城美食喔 我跟你說... 對啊,所以你們來...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吃過 真的嗎? 哇... 上一趟你沒帶我去啊 啊... 上一趟的時候也是非常忙 對吧? 哦... 做完節目之後就... 我又在飛了 對... 好... 新年如果可以來到冰城的話 就... 一定可以啊 如果有人幫我 親自來接待 沒問題 好,你就把那車開到我家門口 然後... 就直接... 開車上就好了 省掉那幾票錢 等一下你們這些曖昧的信息可以等一下實際上再說嗎? 我聽了... 我有點累,你知道嗎? 我們是很通常的 而且我們... 我覺得我還好 我覺得我們的聽眾聽了會很累 我就想說... 一直在聽... 一直在聽... 我又沒得吃... 我又沒得去... 沒有他可以去... 呃... 陳松年的那個Facebook吧 嗯... 是你講不要去的 對... 對... 你一定要來 嗯... 你邀請我來... 你沒請我們聽眾來... 你一定要來... 那剛才我分享了那麼多 我都說我是一位被動 也順其自然的 你要來一定來的 對不對? 我也是被動的 我需要別人... 我也是需要別人捧著我說 聽我說 拜託你來 夠了你們兩個 但我受不了你們了 你的Facebook要怎麼找 呃... 我的Facebook 就是打我的名字 L-O-U-I-S 然後... 陳... 就是蛋 Louis蛋 就可以找到我了 就是... like一下或者是... 啊... 加一個朋友 是嗎? 有一個official的account 就是... Louis蛋 陳松年 呃... 所以如果我們的聽眾 看了我們陳松年的照片 覺得有一點喜歡的話 或者是你聽了他的聲音 聽了他的歌聲以後 覺得有點喜歡的話 就可以去Facebook查一查 Louis陳松年是嗎? 對... Louis蛋 陳松年 然後就給他一個讚 然後可以私信他 跟他說新年的時候 你要去冰城 然後就敲詐他 這是我給你們的福利喔 好 如果... 如果你看到他真人的話 請大膽向前跟他合照 因為他非常的愛拍照 絕對絕對會給你拍照 而且他是一個超級無敵被動的人 還有你的手機 千萬不要隨便的 放在他身上 因為他會自拍很多他的那些自拍照 在你的手機 你還要... 那時候是我手機沒電了 你看是不是 呃... 其實我的自拍神器都發霉了 我沒什麼拿來自拍的 真的嗎? 對 OK 我不管你了 總之現在我們節目就到這了 你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呃... 野豬 我們的琉連台 呃... 就是... 齊開得勝 在2017年 更高一層樓 好 非常謝謝 今天只是我們的國際藝人 陳松年的到訪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再跟大家一起天馬行空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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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